歡迎來到TalkTalkRadio 這裡是 焦兔課節目 Sanji 我又是 每段節目都要出現的弟弟 嗨 大家好 是 她是我的客座DJ兼 白爛朋友兼 Forever 就是會出現在這 我真的很有意氣耶 這錄影劍的地府林 感謝你 哈哈 我真的覺得好快樂 因為如果我自己一個人要聊很久很久的話 可能聽著我會說你啦 這樣以後我不在 大家會不會不習慣呢 好了 我們接下來要 決定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其實呢我們兩個都是 重度相名 大家知道相名是什麼嗎 就是 因為大學生就會看版嘛 那所謂的版就是那塊黑黑的東西 對 真的只有大學生會 因為我自己是大學在家 應該是吧 我也是大學 可能有一些高中生比較 早熟 或是可能這樣有哥哥姐姐可能會碰 反正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平台 對 網路平台 然後我們叫他PTT 對 他長得不是很好看 然後一開始你會覺得怎麼那麼難用 而且你不能用滑鼠 你只能用那個上下左右 但後來就覺得他這是個好東西 對 因為他上面有很多資訊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分類 社團 對 社團分類 然後你就可以看你有興趣的是什麼 他就有點像是以臉書而言 就是臉書會有很多粉絲專頁 或很多不同的社群嘛 那他們就是這個意思 他可能就會有什麼星座版 然後雙魚座 牡羊座 天秤座 或者是像我本人最愛逛的就是笨版 跟飄版 然後等一下都會跟大家介紹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就很大的好處是 因為Facebook 這樣會不會有點像在推銷他 但其實真的啦 就是Facebook啊 或是其他什麼軟體 你很容易留言會消失 或你要按很久 你要按顯示上一則留言 然後要按到很久很久 他才會顯示出所有的留言 對 才會顯示一大串什麼200個 他就把你縮小 你要一直點 對 或是1960個 然後他就會縮到最小 然後你要點很多次 但PTT的話 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到 而且因為臉書就是很常會暴露你的行蹤 你可能不小心點到一個什麼讚 或者是你like什麼東西 你就會 比如說我點了一個什麼讚 然後Angie就會看到什麼 剛剛滴滴對了A按讚 然後我就說得讓你愛他是不是 對啊 你怎麼會追這個東西 你有在迷星座 可是在PTT上就是可以潛水 不會任何人發現 但現在PTT有一點危險 就他好像有點漸漸浮出水面 但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強者還是 繼續匿名 對 你還是會就是可以這樣做 而且因為PTT沒有要求你要用真實名字示眾 他就是可以選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叫ABC 那你就會以ABC面對網路上的這群人 是 然後你就可以做各種瘋狂的事 那我們今天要先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個蠻瘋狂的問題 如果是我可能問不出身邊周遭的友人 這個呢是在Womantalk版 就是所謂的女孩版 對 他們呢就有一篇文章出現了 就是一位鄉民有很大的困擾 他說可能在一起的對象曾經嫖妓 你知道他有這個歷史還可以接受他嗎 我可能不行欸 如果 是可能在一起 然後 因為好我先講一下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呢 就是那個女孩發文說 他有一個相親的對象 然後呢那個對象 後來就是其實也 之後的聯絡也都還不錯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就突然得知了這個消息 然後他就覺得有一點困擾 然後他就上網問了這個問題 好首先第一個問題這個資訊來源正確嗎 就是那個曾經嫖妓的這件事情 正確 因為他好像有跟他confirm過 那對方也承認了 他承認他承認 然後他有說出理由 他說因為很久沒有交女朋友 所以 有生理需求是不是 很那個喔 就是深夜請大家 如果未滿18歲趕快把他關掉 好重點就是對 他因為有生理需求 所以他在這中間有做過幾件事情 一次 啊不止吧 我們現在要說說 彼此的立場嗎 我覺得可以說一下彼此的立場 你覺得 你可以接受嗎 我先是不是 你先 我 有點 難你面對我想想 我不行 我也不行 我們倆好爛 我們倆不是應該要 各執一方嗎 我不行欸 好你我先說我的好了 因為你要考一下 好你先說為什麼 對因為這個故事是我先看到的 好 呃我自己覺得 如果 如果是交往 然後中間需要發生關係 然後都有保護措施 我覺得可以 可是如果 要繼續 繼續的走到下一步 可能要結婚生小孩 那我就不行 你說 這我會覺得有點危險 喔你說 他曾經做過這種事 然後可能以後你們真的成立的家庭 他有可能 青年之養 就再去愛 之類的 就再去跟別人 喔不是我的意思說 他有這段時間的經歷 他可能 會 喔染病 對染上什麼病 然後如果我們中間都是安全的 那就沒關係 但如果 最後 要生小孩 總是不能很安全嗎 就是 這樣我就會覺得不行 這是我自己的立場 可是這樣會有點矛盾欸 那假設就是你沒有要跟他結婚的打算 就覺得OK喔 就比如說 可能 你知道這個人不能托付終身 但是 現在就是喜歡他 就看可以走多久就走多久 這樣嗎 我覺得這樣也不行欸 思考過這個問題欸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 哪有那麼把持不住啊 可是男生好像都會欸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call個男性 沒有男性有人 對不起 沒有是第三道立場 欸剛剛都是請女性聽眾留言嘛 現在男性聽眾 好 願意的話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沒有那麼把持不住 你的意思是說 就算 隔很久沒有交 女朋友也不能這樣 也不能這樣 可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 他一直都是觸 他可能會把持得住 但我覺得如果他有 發生過經歷 我覺得他是把持不住的 我自己 以一個 就是 看待男性 客觀的立場而言 生物 生物學的 生物學 我覺得要看那個 空窗期是多久 Maybe 7年 蛤 7年真的有很多 蛤 是我也忘記了 我自己瞎掰 但是我覺得 那幾年你可以 我說我不可以的原因好了 就是 反正不管是幾年 我都覺得不可以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 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做到 堅持的話 他以後遇到其他的誘惑 可能也會 就是 承受不住 比如說 哪一天可能我工作需要 需要出國個兩年 或者是 比較遠距離之類的 那可能也是同樣理由啊 因為你不在我身邊 所以我需要找別人 是 我那時候也有想到這一點 就是 我想要問他的頻率是多久 就假如說他是一個 信誉很強的人 那Maybe我也不能滿足他 那Maybe他就會在 就不適合 對 跟我交往的時候 他也會去找別人 不行 我覺得這性格上 就是沒有辦法穩定 好啦 我們還是聽聽看男性觀眾意見 因為 聽眾意見 因為我覺得 我們以自己的立場這樣講 因為其實這篇文之所以會紅 是因為他有被轉到八卦版 八卦版就是 PP一個非常大的版 然後男女都 就比較平衡一點 然後女版就是比較 女生比較多 所以轉到男性那邊的之後呢 他就有被大肆的吵起來 然後討論說這女生 有點被踏罰 我覺得你必須要去看一下那篇文 真的嗎 可是應該女生通常都是這個態度吧 就是會比較不能忍受 男生 我覺得是 因為這個原PO 我記得他也是 最後就說NO了 跟那個人 Say NO 但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踏罰 因為他們不是在一起的關係 或是怎麼樣的關係 他們只是還在彼此觀察階段 那在觀察階段發現我不適合的時候 就Say NO 還好吧 只是他們可能覺得說 為什麼女方 女生 要這麼大肆的站出來 然後 就是講嫖妓 這件事 但我 我看到那篇文之後 我就 心意驚想說 欸 該不會男生都很 就比例很多 很多都有這個經驗 所以才會 我想說怎麼會 就被恨成這樣 但反正這件事呢 我們還是需要再討論一下 我覺得這 這件事比較嚴肅一點 所以接下來講的這件事呢 就比較 輕鬆活潑 也沒有輕鬆活潑 輕鬆活潑 如果你正在吃飯的話 就先不要聽 因為呢 第二篇是在飄版 也就是Marvel版 他PO的一篇叫做 小時候吃過最狂的東西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Marvel的意思就是 有點驚奇 那一開始大家都以為是 可能跟靈異有關的 但其實任何驚奇的事情 或是很神秘的事都可以 都可以講在裡面 然後這一篇呢 吃過最狂的東西 這一篇 其實是 好像第一篇是說 他吃過的殘寶寶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小時候 小時候 然後第二篇也是 小時候吃過蟑螂 是不小心以為 他是巧克力是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第二篇非常紅 就是吃蟑螂那一篇 因為他 那個原PO說 他小時候常常尿床 然後他就是去廣州 好像 拜訪親戚的時候 廣州人就說 吃蟑螂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防止尿床 然後 他的 阿姨還是誰 就帶了一大袋的蟑螂 活的 有活的啦 然後就 帶到他面前 然後就幫他把什麼殼掰掉 就很像吃蝦 然後把殼掰掉 然後就 活蟑螂 那一隻我不知道是活的還是死的 但是那一袋裡面有活的 我先給阿姨 上身鼓勵 史上最勇敢 史上最crazy 然後 反正 他就是吃了之後 最蠢的就是 也沒有製到尿床 還是尿了 可能太驚慌就尿了吧 然後 後來我跟妳講那篇除了 就是 當然本文很精彩 但是 推文也很精彩 因為推文大家說 天啊我輸了 我只吃過大便 還是會在說 就是下面也很厲害是不是 很厲害 就是大家也吃過各式各樣的東西 紛紛出籠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吃過什麼很狂的東西 我覺得 水星逆行 一點都不算什麼 我人生至今非常的平順 平安 與快樂 你真的都沒有吃過 很狂的東西 吃到蟲 吃到 不是就是你看著它 然後你故意要吃下去 你說不小心喔 小時候 對 沒有欸 好吧那我知道本家話的啦 因為我對食物 很敏感很挑剔 喔對對對 因為我連吃到羊肉都會吐 就是我怕羊腫味 就是就不行 你很厲害 所以會很敏感 就很挑食 那我本人就是 蠻容易不小心吃到一些怪東西的 我一定想要先去上個廁所 你自己講好不好 聽一下嘛 好 我先講一個比較tame的 就是溫和一點的 首先呢就是我小時候 然後 然後因為譬如說中午煮的東西 你不會立刻放進冰箱 你就會放在桌上 然後我就會去偷吃 我就是死肥子 然後我就是很愛偷吃 然後有一天呢 因為通常下午的時候天氣 天色不就變暗嗎 可能要下雨或什麼 我就懶得開燈 我就直接喝了 然後可能喝了幾口之後 後來又跑進去 然後又跑出來 然後又喝 然後那時候就太暗 就一定要開燈 然後我一開燈就發現是 就躺在那個湯裡面 這還好啦 你沒有喝到它 我沒有喝到它 但是因為你知道翅膀啊 或是有翅膀的東西 如果在水裡 它翅膀就會張開 然後我就覺得 哇那隻鵝好大喔 而且我那時候是小孩 我就覺得 比例上你會覺得很巨大 它特大 然後我就下風 我就覺得 它是我人生的陰影 所以我現在腦子裡面 都還是那個畫面 所以你現在有怕鵝這個生物嗎 也是沒有 那還好啦 還可以啊 是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喔我怎麼會 就是大喝了一個鵝的湯 然後 它佔了湯很大的比例 但是我也是有安慰自己 我想說 可能我喝的時候它還沒來吧 而且因為剛聽過蟑螂的故事 我現在覺得小巫見大巫 就還好 好那我另外一個要分享 但我必須說 我的確也是看完那篇文章 就覺得我輸了 我雖然有一點經驗 但還是輸 好第二個經驗呢 是比較大一點 然後也是造成我人生超大的陰影 因為我很喜歡吃毛豆 喔我也很喜歡欸 然後你知道 通常有帶夾子的 豆夾的毛豆 你就是要這樣搖搖搖 然後把豆咬出來 對把豆咬出來 擠出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是 咬出來之後就想說要打開看裡面 然後吃了很多個都沒怎樣 然後突然有一個 我就咬咬咬 然後一打開 就發現裡面有一隻斷掉的蟲 所以等於說 這個比鵝恐怖多了好不好 真的很恐怖 然後而且我那時候就 就我吃了這個鵝東西 而且我不只吃到它 我還咬碎汗筋 就我有把它的精華弄下去 對對對 我抓狂欸 然後 你要抱著感恩的心 他把他的身體奉獻給你 就是 然後 讓你增加蛋白質 海中文 而且他就很小一隻 綠色 然後我就覺得 媽呀我人生再也不要吃毛豆了 但你知道人就是很健忘 反正好了傷疤就忘了痛 好了 對 好了傷疤就忘了痛 欸你很好順好順喔 我之後又繼續吃毛豆 大概過了一兩年啦 可是 有啦 聽到你這種 就是比較稀鬆平常的分享 我就有想到一些 嗯 比如說像荔枝或龍眼 喔對啊 對啊 就是不是他上面那個頭 就有可能會藏小小的那種蟲 然後我舊小時候也是 你知道這種東西 你就是不禁大腦 就是一邊播一邊看電視一邊吃啊 然後播到也是心血來潮 就想看一下 然後突然就是寵在乳洞 那你要抱著凱恩的心 哈哈哈哈 蛋白質 對蛋白質 他奉獻他身體 但是還好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扯的 我想到了 因為小時候呢 就是 喔學校會養魚吧 養蟬寶寶養魚什麼 這種事情很常發生啊 嗯 沒有然後有一次就是 反正我的那一帶魚裡面 我就發現一隻小蝌蚪 就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撈的時候還是什麼的 就是一個小蝌蚪小小的 我想說那那麼小一個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小 你確定是蝌蚪 就是牠長的就是蝌蚪的樣子啊 然後 我就覺得那麼小 我就裝在小紙杯裡面就好了 然後結果呢 沒想到我也是要喝水 好像兩個紙杯放很近還是這邊 然後我就拿那杯水喝喝 然後 想說嗯不對 這水怎麼顏色不太一樣 然後仔細一看 嗯 好像是放蝌蚪那邊 然後馬上把他嘴再吐出來 那他有活著嗎 他就過不久就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你嘴裡的養分問題 對 不知道是我的問題嗎 但還好你沒有吃 對 還讓我當下喝 就是把杯子要放下來 那一剎那有覺得怪怪 然後趕快吐出來 欸你倒是很快 因為我只要一弄下去我就喝了 就是水杯一傾前就立刻發現 應該是我人生就是水星沒有逆行的時刻 發生的時刻 小時候小時候小時候 唉 我覺得今天分享的兩篇文章呢 都給大家很大的啟示 亂講 對啦就是我覺得 當然那個PTT上面有很多的文章 但是還是要經過大腦思考 就每個人要有自己的體驗 像是我們第一篇講的 你不一定要認同我們 但你也不用去批評人家 對啦 因為畢竟這世界上就是無奇不有 對 然後你在PTT上面就可以認識很多人 知道很多事情 很多故事 但是可能你要不要相信 或是你要怎麼評斷 就是自己的事情 對 個人有一個準則就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休息一下 大家掰掰 掰掰